在关心地方艺文活动 画家游彦琦7月份以游艺风华回蓝星极安琦为主题 在极安浩克艺术村举办彩末各展 除了是原本擅长的花鸟作品 游彦琦更增加了近几年来努力专严的山水画作 60多幅的精致和美丽的彩末画作品 也欢迎喜爱画画艺术的民众 把握机会前往成观欣赏 原本从事教职的游艳起从花商退休之后 投入书画艺术的学习之路 前后跟随多位书画大师专研 十多年下来也累积了丰富的作品 这次应极安湘公所的邀请展出她的精选画作 退休以后就跟着袁文棠老师习画 至今有经过十年的艺术的催炼 那在之前109年的时候 曾经在浩克展览 当时是以花鸟情类为主题 那这三年来呢 继续跟着老师学习跟情谊 游艳起彩末各展除了有过往擅长的花鸟彩末之外 这次还带来最近两年开始专研的山水画 游艳起说山水画的意境更难掌握 但看到完成的作品她非常开心 可以和更多人来分享 山水呢 在我们画国画里面 感觉就是比较艰巨的一个客题 因为她的山啊或者风景啊 都是比较细腻的一些元素的加入 那比如说我这一次的山水画里面 有差不多六幅都是属于 类似江南的风光 那都是水上人家的一些风景 那在水面上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倒影嘛 那倒影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先把 上面的主题主要的画面完成以后 再画它倒影的部分 那倒影呢又不能像主题这么的清楚 它必须要有点模糊 然后呢比例也不会跟原来的主题这么接近 它还会有一些折射的问题啊 所以这等于是山水画的水箱折果 这个水上人家必须要画两道的手续啦 所以它费时就比较多这样子 游艺风华回来新吉安群游艳起彩莫各展 展期到7月30号 欢迎民众利用暑假到吉安 来一趟艺术心灵的旅程 这里会见相报道